如今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依然请来的是独立学者 立强老师 李老师你好 上一期我们讲到 这个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就讲到这个写诗这一段 说到写诗呢 其实它是一个 中国人精神的一种外设 这样的话呢 能够令到一个中国人呢 借由一个外物去反观内极 比如说你看不同的时期 自己写的诗呢 你知道原来 这个时候我是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我是那样子的 现代人不是了 现代人除了写微博 可以了解以外呢 其实呢就是靠旅游和收藏 来反观自我 于是呢就讲到一个事情了 就是说到底收藏 什么东西好玩呢 有一天呢 我去立强家玩的时候呢 震撼坏了 哇 所有书架城摆着铁壶 我以前呢是很少 接触铁壶这个东西的 后来才发现铁壶 是如此的精妙之美 竹水的利器啊 所以呢今天呢 插一个小空 也想请立强呢 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他所收藏 和他所知道的朋友 今天一块带来的 不同铁壶的东西呢 顺便讲讲这个铁壶 如何反观内造 看到我们内心世界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我一直在讲 要强调一个事情 就是要把国学生活化 把生活国学化 我们今天如果从生活上 所有的方方面面 已经失去了国学的文化的精神 那么我们在空谈国学 那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学了 对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的说国学的时候 不能让国学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生活之中 也不靠谱 相当不靠谱 所以呢 我有的时候呢 国学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氛围 它可以附着在任何东西上面 比如说我们觉得铁壶这个事情 现在我们一般去喝茶呢 很少见到有人是用铁壶的 事实上来说呢 在陆宇时期 他们喝茶呢 都是用铁来做银的 这个壶来煮水的 对不对 对的 你提到陆宇 正好我想说陆宇 陆宇我们知道是茶圣 任何一个领域能分为圣 那不是一般人 书圣 那是王羲之 是吧 这个古代的圣人 孔老夫子 那一定不是一般人 他写了一部书 叫茶经 对 茶经里面光是讲茶道器 就茶道用的使用的器皿 那非常多 可能一开始 二三十种 那么第一开始 谈的第一个风鲁府 就讲以金铜金铁来 做这个煮水器 那么我们今天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铁壶 我们说国学 很多人以为说国学是什么一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汉字文化圈 东方文化的概念 其实我们今天用的铁壶 基本上是日本的铁壶 那么我们日本的铁壶 为什么要放在国学堂里来讲 就是我觉得他 一会我会谈到他背后的几种精神 这些精神可以说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受了我们中国文化极大的影响 也正是如此 才可以说他替补了我们今天成为喝茶的 因为我们说是国学生活化 那么讲到国学生活化里面 最容易被大家一下认同的就是喝茶 精美绝伦的铁壶 与内运幽远的茶道堪称绝配 茶道的深髓源于内心的广阔 而铁壶工艺之精美 更是人们世界观的外形 那么铁壶的锻造 源于怎样的神秘记忆 反映了哪些内心气象 水与壶的绝妙组合 又将如何演绎 自然平衡之道 好多东西很多时候 在主流社会就没有了 比如说今天你在中国很多茶馆里喝茶 你会发现那个女孩子 拿个水手泡就泡了 其实这个水啊 煮水的东西是差别很大的 同样的水用不同的器皿煮 也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 大家建议说 我们煮茶要用铁壶呢 首先从这个话题来讲 为什么铁壶比那种水手泡好一点点呢 当然首先要说健康问题 我们说人有三个要求 健康的要求 品质的要求 提升的要求 首先讲健康的要求 那么大家随便上网 我还是一个基本原则 百度谷歌上能查到的 我不讲 我只一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铁壶 二架铁什么也好 三架铁也好的过程 煮水对人体有很大的帮助 随便上网查 怎么都能查得到 这个我觉得我不想更多的来谈 为什么我们会谈铁壶 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茶道器 已经很发达了 泡茶有首克的紫砂壶 用的水有非常好的山泉水 用的茶杯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 宋代的小茶碗 现在您用的这个就是 这是宋代的吗 是宋代的 怪不得很有古风 拿着手朴 不用宋代的 也有现代手绘的青花 也可以非常好 但一提到煮水的东西 煮水器 就像你刚才说的 水手泡 从文化的气象上不搭配 文化的气象上不搭配 不是一个整体 你刚才找到 叫搭配的气象 这铁壶 就我觉得煮水的壶 的确是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人的喝茶的过程当中 最弱的一环 那么我第一次看到铁壶 都是我很诧异 我觉得说 原来这个世上 真有这么古朴而精美的东西 让我们觉得很愉快的 水很清 铁很沉 一阴一阳的平衡 其实更重要的 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 整体一定不等于部分之和 一加一等于二 那是纯抽象出来的数学 那么因为它是抽象出来的数学 现实中不是抽象出来的 那么就现实生活中 任何一加一 一定和二是有一个差距的 两个人在一起力量 有可能比分别干要好 也可能比分别干要差 中间差的这一点 就叫气场 有道理 这个气场就是说 我们从 这个旧一世上 我们老在讲司空这本书 过旧一世上 我们和吴不凡老师来讲 这司空这本书里面 讲到的就是说 它合合在一起之后 它涌现出一种 有别于每一个单独个体 以外的力量 也可能是加法 也可能是减法 但总而言之 它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话来说叫气场 好了 我们讲到 要讲回铁壶这个事情 铁壶呢 现在在中国内地 做铁壶做的都不太好了 我看到很多都是在 在日本 就为什么中国人 今天做的 包括现在欧美 也有以前在做铁壶 我们觉得它做的不好 因为它不是用手做的 不是手工艺 手是和心相连的 说得太对了 你知道这个饭呢 用机器烤出来的 就是说那个标准化的 那个东西 和在家里面 你是用花心思去做的饭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以前我认为没有差别 最近我认识一个 做糕点的一个女孩子 她以前是学法律的 她告诉我说 她真的在做糕点的时候 那个面包 那个锡饼 在那个炉子里面烤的时候 她是用自己的心 去感受她的温度的 她说有的时候 她啪的一下 她就像打住我一样 在听那个面包的声音 她叮一下 这个时候是对的 拿出来刚刚好 既不老又不年轻 那个面包 所以她说 你刚才讲到的 是要用心去做的事情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叫心手相诗 手工艺就是心工艺 没有人心的参与 任何一个工艺 是机械式无心的 机械式无心的 如果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些美丽的器具 它会有让我们 动人心魄的这样的力量 是因为它本身 是一颗很虔诚的心 很静的心 就我们说 讲曾国藩这十二条 每一条都回到第一条来谈 叫静 一种很静的心做出来的 日本人甚至在谈 日本有一个很伟大的 一个人物 叫做柳宗月 喜悦的月 他创造了日本的民意 民间工艺 他甚至提出了说 像日本的铁壶也好 日本的很多工艺也好 最优秀的 都不是那些落了糖款的 也不是落了哪个腐尸的 而是一些无名的工匠 仅仅是为了 要把这铁壶做好 而自己用全身的力气去做 做的结果 产生的是 暗和道庙之美 这些铁壶 是日本最值得 这个宝贵的铁壶 他把这些铁壶 收藏在建了一个 叫日本民意馆 日本的民间工艺馆 他认为这种民意 代表了将来艺术的 发展的方向 将来人类追求美发展的方向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还是讲回铁壶 就太有趣了 这个不同的铁壶 如何代表不同的文化呢 那叫从时代不同的历史来讲 对 好 谢谢 在喝茶的时候 稍时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课 好 好 好